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好家好网台,我是Eric 有很多人都可能想建自己的Dream Home 即是梦想的屋,或者是用重建的方法买一间旧屋拆了起过 或者是买一片地,然后建一间梦寐以求的梦想之家 今天就想分享给大家一个最便宜的方法 来重建一间屋,或者是买地,建一间屋 就是这个Beaver Home & Cottage 这个网址 你可以在这个网址,其实它是part of home hardware 是一间很大的买这个家居的improvement material 其实是类似home depot 其实home depot未来加拿大之前 其实很多我自己买的东西都是在home hardware 因为其实是一个挺大的chain 所以它起码有一个reputation 这个Beaver Home & Cottage 就是其中它们的一个subdivision 就是买这些pre-packaged的custom home 它是连材料和design plan 即是它是有所有design plan和全部的材料 即是材料是很齐全的 即是连玻璃、门、primer、油 那些全部包裹了 即是那个frame 一定有 即是它好像一个模型屋 即是你买了一个package 然后它是包裹了全部的材料 那你唯一负责的就是 就是要找人建 或者你自己有这样的能力自己建 或者如果你要做foundation 要挖地excavation 那些你要找公司做 除非你自己有access到挖泥机 然后做foundation 然后教那些wiring 那些它有很多 不过大部分很多材料 待会我会详细讲解它们的package 是包裹了些什么的 这个Beaver Home & Cottage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一生人已经建了第八间屋 对上那三间 都是经这个Beaver Home & Cottage 买这个package 然后自己建的 即是他自己已经建了八间 不过他自己是一个professional 的framer和carpenter 即是他做很多些custom woodwork 即是或者譬如有些人 是建多一层 加建崩格奴 大改那些 他是做那些 即是拆墙要再 整个supporting beam 和你那些frames 即是他的职业 即是他的职业 就是做这一件事 所以他一定是有这个knowledge 以及他已经建了八间屋 那他早几年又是建的第八间 都是光顾这个Beaver Home & Cottage 来买一个lady package 然后自己买了一块地 然后自己建的 可以看一下他这个website 他就有了现在价钱的 即是譬如哪一类型的屋 譬如第一个friar gate 那个款式 即是729,000 不过他是4900尺的屋 然后另外一些可能小一点 3300多尺 他的package price 就579,000 然后这些差不多 就是3000尺 2900多尺的heartland 那他的价钱 就是他那个package price 就是437,000 那这些是 只是那些材料的 即是不是说 你可以买这个 然后帮你起来 而且其实你现在的价格 其实已经是高了很多下 就是以前 我记得看 最初我真的知道 这个option 有些就是十几万 就是十几万 可以买到package 那现在拿起来都要 就是最少 你说用一些小一点 都差不多二十几三十万 就是 就是所以因为他的物价 是真的高了很多 那所以 material cost 就是lumber everything 就是 因为他这些 包括了窗 就是全部东西 包括了 那所以package price 其实是 已经贵过以前 和一段 不过没办法 就是现在是什么都贵的了 不过你相比 如果你说是 自己找builder 那真的贵很多了 就是你通常找builder 就是go through design plan 又要找即时 又要go through 那个程序 然后他就通常就是 低上的赤价 就是400元 一个square foot 或者500元 600元一个square foot 那这个呢 就看看个example 这个叫montage 这个屋形 那就是29万多 那就是这个package 那这里就是说 它是包裹些什么 就是package specification 那就包裹这个structural support 就是steel posts complete with metal bearing plate top and bottom structural composite lumber 包裹 floor beams 就是地的那些木 那些supporting beam floor jolt 就是锁住它那些 stairs 楼梯都包了 就是material supply for interior construction grade 就是有了那些材料 就是有了那些材料 来建立的楼梯 然后basement flooring walls 那些insulation都包裹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详细它们是包裹些什么 还有我朋友说 就是整个package 就是包裹了这些东西 那有时候你 譬如或者螺丝 或者其他那些 它可能不够 或者什么 就是package price 是给你去 就是这些 審碎的东西 是任取的 就是总之是make sure 你够的 就是它这样跟我说 就是它尝试了几次了 你可以看到 窗也包裹了 就是窗 门 那些 不过呢 quality material 它就说其实是挺好的 就是good value 和pretty durable 就是挺耐用的 不过就一定不会说 很漂亮 最top的那些 一定不是的 就是如果你说是要一些 高质素一点的 material 你其实可以 就是不用它一些 不过可能你已经买了 那你可能 或者是upgrade 自己再买 就是它就这么说 因为它自己也有做 upgrade少少的 就是它不是全面 用了 有些它都不用了 或者它是 就是找一些 是漂亮少的材料 比如你说 玻璃 不过其实玻璃窗 都很贵 所以除非你 就是看看你自己的budget 不过我现在 就是解释给大家 就是一个最便宜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想做一间 重建屋 或者是买一块地 来建立你一间 一间新的屋 那样 就是继续go through 就是primer paint 都包了 门 就是entrance 就是那个外面的大门 还有里面的门 那些房门 interior trim 就是closet 全部那些东西 都包了 刚刚也都go through 过那些 连些sealing 都包了 所以其实是整间屋 好像一个模型 如果大家又砌模型 买一盒模型 就是一间模型屋 然后全部包了些材料 那你只是要做好些 比如准备工夫 和人工 来怎样继续 那间屋 他连个builder risk insurance 他都有包在那里 还有那个design plan 就是那个一定要 就是好像你买一盒模型 你都要有个说明书 就是有了那些说明书 就是怎样继续 那你说如果我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可不可以这样买 然后找几个朋友一起继续 我就觉得很难的事 虽然你说 可能研究一下youtube 看看人家怎样做 因为youtube 可能有些都很specific的 导致 可能教你怎样做些 不过如果你不是自己有那个能力 最好就找人帮忙做 不过你起码能够到你的cost 那些材料 就是大部分 如果你说不用改善的 或者不用有什么改善 你起码知道 exactly 你要需要用的 material cost 是多少 然后再加你比如 挖的 excavation 那些 就是再加 还有你 permit fees 那些是给政府 那些是没得走的了 不过它连设计 plan 就是architectural drawing 是part of它 那你那里 就省了两三万 如果你说是要找个职丝 来直接 draw一个custom的drawing 那不止 如果你说是要做到很fancy 不过其实是不同的customer base 如果你说是有这样的财力 其实都不会考虑这些 因为这个beaver home and cottage 它是这些是pre-design了的package 那其实target 是more 就是想省下一些钱的途径 来建立一间房子 所以你说有一些style来说 老实说不是特别说很appealing 就是说很漂亮 不过就实际 就是它们的design 还有它是包裹了些材料 就是可以control那个cost material cost 人工那里就 就是如果你说是建一间房子 通常你最重要就是有一个project manager 就是如果你自己不是 如果你说自己有什么能力 做这个project manager 或者有什么时间 那其实可以省下十万元 就是你请的project manager 最少是现在 那现在的时间都起码有十万 那它 pretty much就是monitor 你看着你的subcontractor 你做其他东西 或者你整个判了去 你找个builder帮你建 那你不用烦了 总之你是建完之后磅水 那搞定 不过就是最贵的option 就是这样 那可以看一下它的design 那个process 那它说step one choose a standard model 就是你选哪个款 然后它有个consultant 会跟你go through整个design 那个features 然后讲解你的程序 要怎么样run 然后它有它的architectural solution group 就会给你的sketch 就是blueprint 如何建立那间房子 那通常如果你不是自己建 可能你最好就是involve 你的contractor 或者project manager 然后就review revised quarter prints 然后determine the changes 就是如果你有什么modification 是想改的 那这个step那里做完 那是啦 其实如果你是go 这个option 其实它都是 就是这家公司 就是home hardware beaver home and cottage 是会有人帮你go through整个process 所以不是说 只是买个模型 自己砌的 就是它都会go through整个process 那和它那些plan 应该是approved by 就是他们的standard 是based on 就是安省可以用 就是加拿大可以用得到 那它如果是安省 应该是comply 全部那些stipulation 那些design的requirements 那可以再看一下 它那些有什么model category 有bungaloo 就是那些一层的那些屋 2story 两层 country home style Maskoka的cottage 还有它有一些interior virtual design 即是不同category 的design 可以选择 或者你直接可以去 即是home page 或者search style by size 比如说 我要多大的屋类 然后就可以filter 只是看某些size 即是你的home package 或者是某些style的home package 那它在网子可以慢慢看得到 即是有很多价钱 所以可以详细去go through 即是选择这件事 不过你真正实行做这件事 你都要去其中一间home hardware 来跟它go through the options 然后来谈 那这间其中一间 可以看一下里面的example 就是有floor plan 即是怎么样 就是那个blueprint 大约是怎么样的样子 即是of这个standard package 然后它又有一些example的相片 即是如果你说大约是起了之后 是怎么样 是那间屋是会是 怎样的layout 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 有一个virtual tour 这个style就是actually 我的朋友 就是最近起的就是这个style 不过做了一个modification 就是你可以其实 改变去overall design 是怎么样的 它有某些都很similar 例如这个style 其实跟刚才那差不多 但就 就是luxury少少 以及车房 去了第二边 这样 其实可能这个才是 我朋友选的style 就是这个cranberry 2 因为它车房都是向那边 所以这个 就是这个 package 的home build 的option 我觉得最好的好处 就是起码你可以知道 exactly 材料 cost 是多少 这个是一个example of 他们的video 就是 如何建设 这个也是它 show 不同的design 就是 你可以click 每一个design 它里面就有show 它大约是怎么样的样子 就是多数 这些全部都是computer 那些drawing 就是里面大约是怎么样的样子 就是每一个style 那你起码知道 大约的feel是怎么样的 那你make你的selection 看看选哪一款 还有 每一间屋 它都有set 那个parameter 就是多大 你要打地多大 就是你就算喜欢一间屋 如果你的打地没有那么阔 那可能 unfortunately 都起不到 因为它始终 它都有个flop footprint 的requirement 尤其是 那些大型的bunker 那它可能要 那些lod size 是很阔 那所以就应该是 那些 你有一片地有那么大 重建也好 你买一片地也好 譬如我friend 他买的那个就是 5 acre 5畝地 那什么都够起了 那所以他就可以选 一些大型的bunker 因为那个requirement of 那个width 它一定能够到的了 那如果你说是买一间旧屋来重建 那如果lod size 不是那么阔 可能你的option 其实就不是那么大了 那 所以这个 如果你说 没有一个款 在这里是对的 那也很难说了 可能 你也是要找一些builder 因为 它们可能可以customize 很多是based on你 那一块地有多大 然后再选个款式 甚至你是自己 就是自己找个architect 是from ground up 然后你又有什么inspiration 或者你是有什么需要的 那么去设计 不过这个程序 就一定贵一大绝 还有 为什么我说了几次呢 就是那个material cost 也很重要 还有overall cost 不止material 因为我都知道 有几个朋友 是曾经go through 过买重建 他们其实是重建的 他们不是买地的 那 然后就way over budget 有一个 他本来budget是四十几万 under五十万 终于起了一百 超过一百万 即是直接double了 这个是说的是 2014、15年 即是差不多成 七年前的价 即是那时候 他是拆了一间屋 然后来建 然后本来是budget 因为他不是说 起得很luxury 他也是起了一间 大型一点的bungalow 不过呢 就是要他成 即是double了 而且他也是有run into 一些problem 最初聘请职司 又有问题 然后聘请职业 又有问题 终于都是他自己 project manage 即是他和他哥 然后聘请那些subcontractor 有些又不行 所以就是搞了很多 这些东西 真的 都是那句 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经验 什么呢 除非你有这个心理准备 还是时间 否则可能真的 超过 budget 可能分分钟 你right from the get-go 你找个builder 和你起好 虽然会贵一些 另外一个 又是 那个就是再重建 它是加一层 加一层 本来的budget是二十多万 under 25万 终于搞了60万 不过那个就是他 有些什么 就是他本来想着加一层 普普通通 想着是increase 它的floor 就是它的size 来用 谁知道他可能加到这里 不如又upgrade一下 外面的整个外场 加一下加一下 不停地弄 弄了成六十多万 说真的 如果你是加一层 按一个budget路 你用了成六十多万 你不如拆掉再起过 因为他都是几年前的事 就是那时候分分钟 拆过再起过 可能八十万 就搞定了 八几九十万 那他都用了成六十万 来加一层 那anyway 可以看一下这里 这个就是一个 又是一些example of 那些 就是那些 sample house 就是那里面的interior 是怎么样的样子 就是这个website 其实很正 就是你 如果是有这样的 想着有 想重建 或者买地起楼 其实不妨可以看一看 website 拿点灵感 或者甚至是 或者consider 就是这个option 然后可以容易 一些budget 你那个cost 因为如果你说 买地起楼 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over budget 那你的builder 如果你找个reputable 建设楼 建立完之后 大约是怎么样的 以及有些appliance 就是哪一轮的appliance 所以其实 很仔细 这个website真的很棒 你可以自己看那些model 然后真的好像在自己 如果建立了是怎么样的样子 真的 真的 真是一个很好的website 而且现在的趋势 都是用很多这些virtual tour 我们看屋 都是 很多listing 都go through 有个virtual tour 就算不是真正在那里 做一个physical showing 其实online go through 3D tour 其实都很近 可以找这个actual reality 这个model home 也是有这个option 所以你又可以选择某些model 你喜欢的 然后来看看 那个style overall interior 是不是对你心碎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这个beaver home and cottage 的网址 是一份home hardware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上个网址 看一看 然后你说真的很serious 其实是找一间home hardware 的location 的store 那么就订个appointment 和一个consultant go through 那些model 等等 还有程序是怎么样 起来 然后做 还有我觉得如果你说 是真是想 做这个重建 或者买地起楼 最好你自己 真是set好那个budget 有个计划是怎么样 起来 如果你说自己 是 未曾真是碰过类似 这些东西 连自己 都未曾manage 过一个大型小小的装修 或者是 不是 就是 不要说 懂不懂做 就是要你自己 upgrade 自己的厨房 自己拆掉 自己做 所以 就算你说 要请个project manager 我想 有些人想想 省下10万元 我自己做project manager 不过如果你说 你是没有那个经验 其实都很 可能 搞到一锅 所以 最好 做好一些research 这个option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to 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download我们的apps 在apple app store 或者google play 希望大家可以like and comment 多谢